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朋友們大家好 這是 從台灣看世界一系列的節目第38集 我們想跟大家談一談 菲律賓何去何從 我想菲律賓有很多的華人 那最近呢 這二三十年其實菲律賓跟台灣的關係 談不上好 因為我記得我在念大學念高中的時候 菲律賓很多華僑回來台灣投資 對台灣來講那是經濟發展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助力 那我們在2000年前後 台灣也曾經 嘗試了到蘇比克灣 來做投資 後來都撤資了問題在哪裡 我想 也許菲律賓認為說跟中國大陸合作 機會更大 我想這個不是講誰比較厲害 我想 國家的政策的發展產業的發展它備有很多很多的條件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時機 不同的產業也應該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想跟大家談一下 我對菲律賓的一些看法 我們對很多新興國家有很多的想像 其實 在台灣菲律賓的新聞非常的少 它是個鄰國 我問過很多人 大部分人並不知道菲律賓的人口已經超過1億人 我用比較具體的數字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知道嗎 菲律賓的手機的普及率高達130% 20% 很多人擁有兩個門號 也許是因為菲律賓的電信公司 它很多補貼政策的一些關係 所以很多人擁有的門號不是只有一個 第二個 菲律賓 排名第1第2名的 手機的品牌是三星跟Apple 很多人不知道 排名第3第4第5名的 全部是 有一些是當地的品牌商有一些是中國大陸品牌商 但他們用的應用處理器 我相信絕大部分是聯發科的 如果我是聯發科的員工 我能夠不理解菲律賓這個國家嗎 所以呢 當我們希望對很多新興市場 我們希望能夠掌握他們更多商機的時候 我們抱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 我們覺得他們都不重要嗎 所以呢 我常說 我們旅行在陌生的新興國家 我們必須抱著一個 正常正確健康的心態 旅行呢不是為了在護照上面 多了一些出入境的 印章 我常講 有些人旅行是為了修補在城市裡面秀實的心靈 像我想做電子業人都很辛苦 周轉率很快 公司的動作非常的快 但是 如果我有機會 在都會步行旅行的時候 我會用走路的方式去了解每個城市 我最近去菲律賓馬尼拉的時候 我就是 走路在路上走 因為這個時候我就發現 過去呢 台灣的媒體有時候會出現 菲律賓的治安不好的這樣的說法 但我在街上走我實在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COVID-19的關係所以很多人已經兩年沒有出國了 我也是 那我在COVID-19之前的兩年走了很多新興國家特別是東協的國家 越南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泰國 然後西亞的亞美尼亞白俄羅斯到波羅地亞三小國 因為這些閱讀跟旅行還有萬語錄萬卷書 他帶給我非常豐富的人生 所以我會提醒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出國旅行 不要只是走馬看花如果有機會的話先把書看完 那我去東協之前我其實讀了好幾本 有關東協的書 那台灣人對菲律賓是理解還是誤解呢 我們對菲律賓到底了解多少 那菲律賓人怎麼看台灣 我想台灣的一般人印象是 治安不好 政府沒有效率 生活沒有品味 大學生很多 甚至我到矽谷的時候 有一個科技公司老闆就告訴我 我們看門的是菲律賓的博士 為什麼 菲律賓有很多個大學 所以菲律賓就是因為希望很多人能夠念大學 就大學的品質 可能撐刺不起 他也造成一個國家不好的形象 菲律賓的科技發展很好 但是 離菲律賓的庶民生活非常遙遠 這個市場到底有多少商機 然後菲律賓是不是中美在對抗的時候 的競聯呢 這是一個1億人口的市場 好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如果讓我們選擇越南跟菲律賓哪一個優先 大家不要忘記了越南是共產國家 菲律賓是民主國家為什麼大家選越南不選菲律賓 然後菲律賓沒有本土的電子工業嗎 如果告訴大家 菲律賓有一家公司叫IMI 它的營收是一年超過10億美金的電子產品製造廠 它也是EMS製造大廠 勞動力豐沛的菲律賓也是很多封測廠的生產基地 像日本京都的半導體大廠羅姆 它的封測廠就在菲律賓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他們還是有一定的基礎的 在我兩年前到菲律賓講課的時候我是參加他們亞洲智慧城市的論壇 我跟菲律賓的科技部長 Rio一起同台講課 我就遠遠的拍了他一張照片 那我也硬要在會場講課 但是我在會場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了 有上千個人 參加這一場的聚會 而且絕大部分是年輕人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年輕人對於科技商機的嚮往 這是他們的期待 我們能不能有機會迎合他們的期待 這裡面有很多看起來臉孔就是華人的樣子 我們能不能有機會 帶他們回台灣 一起參與我們整個科技產業的發展呢 像菲律賓資訊服務的年會入場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個人潮排隊 這是我在現場拍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菲律賓其實是很浪漫 菲律賓曾經被西班牙人統治過 你可以想像 教堂就放在shopping mall裡面嗎 好 所以你吃完飯 可以順便去禱告一下 菲律賓人是很快樂的 他的 他的快樂 他的信仰好像非常隨性 Why not 所以每一個國家有他自己的生活的方式 他自己認同的價值 另外他shopping mall裡面有很多 可以說是 比較東南亞品味的 花園 或者是池塘 他這跟日本的方式是很不一樣的 你為什麼不認為這也是可以被接受而且很好的一種 生活的品味呢 所以我到每個國家去我都是正面去看每個國家 或許他們這些面向在台灣看不到的地方 然後菲律賓的美食台灣人絕對沒有適應上的問題 我們碰到的困難 可能是我們很難適應菲律賓人非常隨性的生活態度 所以你點菜的時候 他也離開了 就是 他不會那麼rush 他不會匆匆忙忙的叫你做完很多事情 那各位看到嗎 這避風堂炒蟹什麼 反正 菲律賓人 他們很多菜肴 包括他的口味 台灣人是很容易接受的 而且台灣人對於 椰奶這些東西都是很高度的接受 所以去菲律賓美食飲食我想對台灣人來講 沒有任何適應上的困難 那我想給 菲律賓華人華僑 誠懇的建議 重新理解一下 台灣 對菲律賓的價值 其實呢 台灣跟菲律賓之間一一帶水 就隔著巴士海峽遙遙相望其實非常近的 但是 菲律賓對台灣人來講很像是一個遙遠的鄰國 我們有很多菲律賓的外勞在台灣工作 我所知道 菲律賓 總人數1億人當中大概三分之二可以講英文 他是一個 非常多元的種族 大家知道嗎 在南部的明達那兒其實是姓回教的 北部的這些 馬尼拉附近的天主教居多 他的語言 宗教 都有差異性 另外呢 菲律賓很明顯是一個海島國家 菲律賓很奇怪 為什麼陸軍比海軍大 他其實跟印尼一樣 陸軍比海軍大 為什麼 因為內部的安定比外部的壓力大 所以大家看到 菲律賓的政府 在面對國際事務的時候他寧可 就 比較靈活一點 或者比較取巧 那你不要怪他們 他的實力不足以向外擴張 但是他對國外對中國跟美國的政策 他必須隨時調整 這很難避免這個事情 另外呢我希望 我們有機會 重新對接兩彎 哪兩彎呢 馬尼拉彎跟台灣 我想大家知道 2000年前後台灣曾經跟菲律賓 簽訂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貿易合作協議 這個協議裡面 包括台灣要到蘇比克灣去開發這件事情 當時台灣的宏記集團偽創 在 馬尼拉灣在蘇比克灣 有非常重要的生產基地 那我是認為我們應該 重新回來看一下 蘇比克灣或者菲律賓 用新的角度去思考 跟台灣重新合作的可能性是什麼 那2014年開始 中國在南海興建很多的島礁 它的確改變了南海航行的一些 自由度 那 重建蘇比克灣 用適當的船隻 連結南海兩線的港口有沒有可能 大家知道 從台灣到 菲律賓其實並不遠 我們最大的港口在高雄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 也許一兩天我們就可以到菲律賓 那麼我們有沒有可能用比較中型的船隻 或者去收購 其他各國的船隻 專門來經營東協南亞 而把蘇比克灣變成台灣一個很重要的中繼點 這些想法可不可能呢 另外我們看到科技人才網 電子商務 我也認為說菲律賓很多華僑 他們可能會講中文 如果 他們也是科技背景的人 他們回來台灣工作的可能性有多高 另外我上次到菲律賓的時候 菲律賓的科技部長Rio他就跟我說 他們跟 網路巨擘的公司正在興建數據中心 Data Center因為每個國家都有工業 安全上面的考慮 資安上面的考慮 所以很多 中大型的數據中心會自己來興建 這個時候台灣的角色就很重要 大家知道 因為很多國家抵制華為 同時也認為像Nokia Ericsson這些公司 相對成本比較高 如果用OpenRain的概念跟台灣合作的話 包括網通設備工業電腦系統整合 台灣都有很多的機會跟這些國家合作 像我們的中華電信我們的研華這些工業電腦的業者 他們對這一方面都有高度的興趣 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台灣有一個非常成功的ETC 大家知道 Non-stop payment system 在全世界的高速公路全國性的運作 台灣是最成功的典範 台灣有700多萬輛的汽車 幾乎已經全部都已經裝了ETC 所以我們對於繳費或者是扣款這些運作的方法 對於東協 幾個重要的國家他們都有交通問題尚待解決 他們有 城市 包括他們空氣污染的問題都要解決 智慧交通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解決方案 我們不一定說我們可以把解決方案賣給 這些國家 但是我們絕對可以跟 菲律賓 越南 泰國這些國家 共同來發展 屬於 東亞地區 特殊的 智慧交通的解決方案 這是我對於 菲律賓華的一些誠懇的建議 我也希望說 看到菲律賓跟台灣有更多新的合作的機會 菲律賓華的